亚太报道 在海外流行的危机百科 却在中国遭到全面封杀 中美之间不仅爆发贸易战 还有愈演愈烈的宣传战 环球时报的记者就深入到 特朗普的票丧埃瓦州 搜集对特朗普不利的消息 北京方面对香港的所谓逃犯条例表态 认为是有必要的 合理合法的 不过很多香港商人仍担心 条例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美国退休海军情报官员认为 中国海军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并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严重挑战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中国主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本周三在北京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表示 希望亚洲各国加强交流对话 和谐共存 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习近平对外说和谐共存 而对内却剑拔弩张 本周一开始就启动了战时维稳工作机制 有习近平倡议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周三上午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他说希望亚洲各国加强交流对话和谐共存 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 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 生机活动 亚洲人民希望远离封闭 融会通达 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 推进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习近平在大会上提出四点主张 即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认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 文明只有差指烟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认为自己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 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 在认识上是愚蠢的 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舆论认为上述讲话反映 在美中贸易战激烈交锋之际 习近平试图以亚洲国家增进交流 在对外经贸领域有所突破 关注中国时事新闻的网络活跃人士马先生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的讲话非常动听 但好听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中国政府对外展示其开放及开明态度 对内却采取一种封闭式手段 一位北京居民对本台说 本周日就接到政府的通知 该通知成各乡政府县职各单位 在5月11日至5月23日启动 暂时维稳工作机制 每天通报京京福省上访情况 为进一步做好全县信访稳定工作 请各位领导高度重视 对重点领域 重点问题 重点群体 重点人员 要开展多方位地毯式排查 做到问题早发现 早处置 早化解 北京居民钟女士对记者说 北京居民钟女士对记者说 北京多位异议人士在4月下旬就被软禁在家 如学者高瑜 扎建国 何德普及六四商禅人士齐志勇 当文明对话大会结束后 北京将进入六四三十周年维稳期 对此 马先生说 从每一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到11国庆日 均是当局眼中的敏感期 他说 我觉得这种维稳应该是常态化吧 凡是上过访的 好像不在他们的这种严密的监控之下 我有一个表弟还没上过访 他只是他们当时那个小区维权的时候 就是组织那个业委会的时候 竞选过这个业委会的 每一次回北京都要检查 然后他都算是被维稳的 2019年被称为中国的敏感年 即刚过去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和西藏抗暴60周年 下月就是六四事件30周年 还有7月份的新疆骚乱10周年 10月1日是中国国庆70周年 维稳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美中贸易战紧锣密鼓 海外网站危机百科在中国被全面封杀 与此同时中国宣布对美国贸易战反制措施之后 官方媒体一改原先克制的口气 全力进行反美宣传 推动爱国主义大爆发 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过去多年来在中国可以部分浏览的维稷百科 本周终于在中国网上消失了 法新社报道说 被封锁的不仅是维稷百科的中文内容 其他与众也都遭到持语之殃 与此同时 中国当局也加紧网络上的言论控制 一家海外专门监控中国敏感词和删帖动态的机构表示 中国贸易战报复措施出台之后 与官媒观点相似的网贴数量大幅上升 而反对声音遭到全面的压制 甚至连网上有关北京物价紧急预案的讨论 也几乎被全部删除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利博士表示 在目前敏感的局势之下 中国信息封锁必然执行一刀切的政策 信息表面看是不政治的 但是它非常重要啊 对吧 你比如说经济的 你说你封不封 对于执行的人来讲 根本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必须最后走向全面封网 美国华尔街日报15号发表的文章称 中国在贸易冲突升级之际 全力激发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 包括宣称对贸易战将采取人民战争的方法 但同时当局也采取内外有别的措施 对外宣传和涉外官员依然维持了相对可知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在危机之下 中共当局必然采用过去70年执政以来的惯用方式 对内控制必然加紧 一放就乱了 他一乱了他就要搜 搜的话就要用管制经济的方式去控制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传统的做法 也是习近平他知道的做法 也是他认为了有信心 他能够把中国给控制住 或者把他的政权给保住的做法 报道说 中国官方媒体在对外宣传时 会删除中文版中最激烈的语言 涉外官员仍以希望达成妥协的姿态出现 杨健力认为 目前与美国的贸易纠纷中 中国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当局希望能够让步妥协 但却担心会被贴上丧权辱国的标签 这是中国内外姿态不同的原因 他不能让民众看到他软弱 所以他在国内就限制舆论 然后调动民族的情绪 所以对内和对外的两种的政策 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 中国现在这个宪政权的一个状态 夏教授表示 目前中国正面对40年以来 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官方政策的摇摆不定 左右为难 凸显了中国所面对的多个层面的难题 习近平面对着中国的经济的问题 面对着老百姓的社会的一些反抗 面对着他内部的官员的相互的权力争斗 对他来说 他恐怕现在从权力角度来说 是他的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 从经济层面来说 也是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 夏教授分析说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已经掀起过多次 所谓爱国主义加排外的浪潮 对象从日本 韩国 法国到菲律宾等 目前则针对了美国 他认为这种运动式的政治运作难以持久 也凸显了中共当局的生存恐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硝烟弥漫 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采取主动 环球时报记者就深入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票仓 埃瓦州 报道对特朗普不利的消息 但是有学者认为 中国官媒报道偏颇 目的只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请听记者乔龙的另一篇报道 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反击 美国农业州和农民是特朗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继去年之后 环球时报多名记者再度前往爱奥瓦州 挖掘不利于特朗普的消息 该报本周三报道 连日来 美国不断有经济界人士和行业组织表达不满 反对将关税作为谈判策略 13日 美国前总统拜登公开批评现任总统 升级中美经贸摩擦 认为唯一将此付出代价的是 美国农民和劳动人民 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出口产业之一 农业极已受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过去一年 因美国挑起贸易战 美国农场主苦不堪言 而新一轮的美中关税交锋 更令他们提心吊胆 环球时报的报道 直接将焦点指向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票仓 旨在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埃奥瓦州农场主因美中贸易战升级而遭罪 在美国方面宣布加征关税后 美国德梅因纪事报用戚风冷雨 岌岌可危来形容美国对华贸易谈判 而大宗商品市场则是一蹶不振 该州北部小镇的一名农场主 对他种植的玉米和大豆前景感到悲观 他说这是一种身心折磨 香港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程先生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政治宣传曾是中共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美中贸易战中 民众往往从官方媒体获得有利于官方宣传的信息 因此对贸易战无法做出独立判断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 那简直是一片打击雪式的报道和评论 比如说人民日报就指出 中国的外貌是多好动能足 这张电视台广播员气宇宣昂 表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 什么没见过 什么贸易战之类都不在话下 而像环球时报这种民族主义小报呢 更是抓着实际兴风作浪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程先生说 表面上看 中国对打赢这场贸易战信心十足 但是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 要求地方守住 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 经济发达省份要尽可能把实验人员留在当地 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的言论 凸显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说 当局他对于贸易战的后果 真实的态度就是非常担心 非常的害怕 甚至于大规模失业和大规模返乡 这样一种极端化的状况 时事评论人李家宝说 中国官方的媒体内容 必须反过来看才能明白 特别是中美贸易战 万税正式征收的情况下 实际上除了现实中美经济贸易的不对等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特别是中国民间 种种迹象越来越倾向于文革化方向的发展 这其实并不意外 在微信圈有网民传出 个别餐厅响应官方反美立场 在门口拉起用中英文写友 即日起反美国籍游客用餐时 需加收25%关税的红色横幅 人民日报周三发表评论说 在美方一些官员看来 加征的关税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得来全部费功夫 加征关税只会削弱对手 对自己毫发无损 有人还不断借此制造假象 好像美国经济正应加征关税而欣欣向荣 借用国际媒体的评价 这只不过是美方乐欲凭空制造胜利的又一案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可能会危害 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电信公司的产品 有舆论认为 这项政策明显是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 以下是本台记者驾傲的报道 美国白宫周三宣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令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可能会对国家安全 造成威胁的外国电信公司的通信设备 根据早先彭博社的报道说 这项行政令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企业 而且与美中贸易战无关 但有分析人士表示 不难看出 此举显然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有关 现区台湾的网络工程师周曙光认为 从华盛顿近年来一直排斥华为的行为可以看出 这项行政令背后是亦有所指的 华为显然是排在第一位的 因为华为是一家中国的所谓的私营企业 但是实际上是跟政府关系非常紧密的一家企业 欧美已经有很多国家表态不再使用华为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显然是针对华为 做出了这样一项行政令令 早在2012年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份 耗时一年的调查报告说 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他们试图采集美国企业的机密信息 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不要与这两家电信公司 进行商业交易 而美企也不应该购买他们的设备 此后几年间 华为和中兴双双中枪 2018年4月 美国商务部宣布7年内禁止美企向中兴出售零部件 因为后者并没有履行承诺 惩处违反美国出口禁令的员工 直到三个月后 中兴缴纳了巨额罚款 并允许美方指定监督人员进出公司 事件才得以平息 中兴起死回生后 他的竞争对手华为也遇到了麻烦 去年年底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在加拿大被捕 次月 波兰政府逮捕了一名华为员工 指控他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与此同时 华盛顿对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多次发出警告 告诫他们 华为可能会在搭建全球5G网络的过程中 使用其设备 窃取这些国家的情报 纽约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分析说 这项行政令将在无形中再次给中国政府施压 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来说 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中国从结构上深化市场化改革 所谓结构性改革就需要中国向纯粹的市场经济发展 所以国际战也是一个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一点上面中国基本上不愿意推浪 目前日本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国已经禁止华为参与他们的5G建设 但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在内的不少欧洲国家 仍在经济成本和国家安全间权衡 尚未决定华为将在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此举是有预谋的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滥用国家力量 不择手段的蓄意抹黑和打压 特定的中国企业既不光彩也不公正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借口安全问题 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无理打压 华为常务董事汪涛同日在一场发布会上回应说 尽管他此前并没有听说这项行政令 但他表示华为拥有巨大的全球市场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做出任何改变 对其商业运营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他还说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专家 把网络安全的技术问题歪曲成政治问题 这并不利于建立一个切实可靠的网络世界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说 美国商务部可能需要长达半年时间 就这项行政令制定执行机制 所以政策可能不会立即产生效果 但他不排除在此期间 行政令最终会明令禁止某些国家或企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嘉奥华盛顿报道 美国旧金山市议会日前以8比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法令 禁止当地的警察和其他市政府机关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监控 对该禁令并不涉及在旧金山的联邦政府设施 请听本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就金山市政府监视会的9名成员以8比1投票通过了这项名为 停止秘密监视条例的法令 下星期该立法还将通过另一轮程序性投票 但预期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 脸部识别监控技术禁令的支持者 就金山市议会议员艾伦·泰斯金指出 目前脸部识别软件和摄像机作为识别嫌犯的工具还为时过早 星期二通过的这项法令说 脸部识别监控技术对公民权利构成的潜在威胁 远远超过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 此外 该技术将加剧种族不公问题 并使人们面临不断处于政府监视之下的危险 法新社5月15日的有关报道说 就金山市政府对脸部识别监控技术的禁止 是其更广泛有关立法的一部分 旨在制定有关监控技术的使用及审计政策 并为各政府机关使用该技术设立较高的障碍 美国马里兰州亚太法律中心的律师孙远昭表示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 关键在于当事人的行为 你把这个科技拿来做什么事情 会不会产生如何的问题 在中共政策上是不是要允许或不允许 从执法者的角色来讲的话 他当然觉得这会有助于他们尽早潜在的颠预算 对于警察执法的确会有帮助 那么反对者当然会告诉你 这会产生许多民事保护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现在在程序上还有一个争论 最近三世是一个地方政府 再来要看州和联邦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 所以这个法律到底可以执行到什么程度 范围是如何 恐怕将来还有很多需要法院去探索的地方 法新社的报道说 人们对脸部识别监控技术的担忧 主要基于无辜民众被误认为罪犯 以及这种系统侵犯人们隐私的可能性 该技术的支持者认为 脸部识别技术能协助执法人员打击犯罪和保障老百姓的安全 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其官网上就脸部识别监控技术表示 其最大的危险是该技术被用于一般的 无怀疑的监视系统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家 目前旅居美国的自由派学者夏叶良指出 高科技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 方便人们的生活 但是高科技也可以被诸如中国当局这样的政体 用来监控老百姓 技术可以用于震荡的用途 也可以用在不震荡的用途 本来有了这样一个人脸识别技术 可以工作比较有效率 比如说作为警察 他有了这样的技术 就是效率会高得多 紧急的必要的情况下 能够帮助抓获罪犯 但是在中国在极权统治的国家里边 统治者滥用这些技术 对普通人形成监视监控 就会造成大面积的个人隐私的被侵犯 尤其比如说把这种技术 用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地区 那就是一种种族歧视 是一种大面积的集中的迫害行为 侵犯人权的行为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则报道曾指出 在中国脸部识别监控技术 是其广泛监控摄像头网的一部分 并被编程专门监视维吾尔人的面孔 和在全国各地跟踪他们的行踪 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使用脸部识别监控技术 被看作是全世界首个政府利用人工智能 从事种族相貌特征识别的案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 华盛顿报道 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 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近30年 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 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对六四镇压 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知之甚少 有人说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 本台记者林平特别请到了专门研究 八九民运史的学者吴仁华 来还原从1989年4月22号到6月4号之间 每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 以便让年轻人更好的了解六四是如何发生的 吴仁华先生5月16号 这一天主要发生了哪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呢 1989年5月16号是北京学生绝食情愿的第四天 绝食学生人数还在增加 已经增加了3100多人 当天的话已经有600多人是送医急救 到了当天上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 中央戏剧学院有12名学生 他们已经绝食了3天 但是他们因为官方一直没有回应 他们那个对话跟关于动乱定性的要求 所以呢他们决定绝水 到了下午3点15分的时候 其中一名学生就因为休克 然后就送医急救了 然后当天下午2点钟 镇塔大学由西南一女 八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 兴华门前绝食绝水 到了绝食第四天 很多绝食情愿的学生已经是非常悲愤 因为官方还是没有回应他们两个那个基本的那个诉求 民间对绝生的绝食当天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天绝养的民众就更多了 根据那个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的那个统计 说当天有数十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 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有30多万人 当天那个下午5点钟就中央民主学院 大约40名青年教师就打着教师绝食队的横幅 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宣布跟绝食的学生一起绝食请愿 与学生共进退 然后当天的话就是刘强白东平等人呢 在天安门城楼西车的管理台 宣布那个成立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 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前身 所以他们还在那个西管理台架设了那个高音喇叭 然后通过高音喇叭反复的呼吁北京的工人 要站出来声援就是请愿的学生 所以当时他们还宣布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 当时已经有登记在车的人员401人 北京这个工人自治组织的出现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5月16号当天 中国官方有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呢 当天上午郑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就会晤那个哥尔巴乔夫 双方的宣布中族关系正常化 在这个会晤过程当中 也是有数以千计的学生跟民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外 吱含对话对话的那个口号 然后当天下午5点40分 赵紫阳在交易台国宾馆会晤了哥尔巴乔夫 赵紫阳在这次会见当中讲了一段话 后来引起了宣网的大播 赵紫阳会晤中他说 就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公全会以来 邓小平统织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 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根据邓小平统织本人的意愿 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 但是全党统织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 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统织 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 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13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 仍然需要邓小平统织掌握 13大以来 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 总是向邓小平统织汇报 向他请教 邓小平统织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支持我们集体做出的决策 我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我们党的这个决定 所以赵紫阳这段讲话 等于就是告诉外界 就是邓小平是垂领亲政的慈禧太后 是新时代的那个慈禧太后 所以这段讲话 就是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从这一天开始 就是很多口号跟很复杂话 就直接针对邓小平 同样的就是说这段讲话 可能也引起了邓小平的震怒 他认为赵紫阳是在出卖他 但是赵紫阳自己后来在《个人的回忆录》 《改革历程》一书当中 他做了解释 他说他没有恶意 因为过去他在汇敬其他东欧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时候 也会讲这段话 告诉他们就是邓小平统治 尽管退居幕后 但他还是中共党的实际领导人 他说这不是一个特意要讲的 他过去也是这么跟东欧共产党 一些领导人讲过 当天中国官方对学生绝食 还有哪一些值得一提的一些举动 当天晚上10点钟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召开了紧急会议 主要是针对学生绝食第四天 然后社会各界发生原社会局势 对峙的局面比较紧张 这次会议上五个政治局常委 就是发生了两种明显对立的意见 邵紫阳还是坚持他的原来的那个想法 就是民主跟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还是希望通过对话 通过对426社论定性的改变 能够平息学生运动 当时李鹏跟姚依林就坚决反对 所以这个常委会对怎么处理学生运动 还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谢谢您吴仁华先生 给我们介绍5月16号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 刚才是八九民运研究学者吴仁华 回顾30年前的今天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分别就修订逃犯条例表态 指修例是必要的合理合法 港澳办表示要解决争议 关键包括尊重一国两制下国家的一致 而中联办则指出香港回归至今 从来没有向大陆移交过嫌犯 修例有助于提升香港的法治形象 但有评论认为即便北京抢行修例 势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审议修订逃犯条例 引发混乱和冲突后 香港智库组织民主思路的绑经团 星期三上午与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见面 其后港澳办网页上载新闻稿 指张晓明在会面期间谈到修例问题 认为要解决争议 关键是把握好三点 守护法治公益 回归理性专业 尊重事实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的医治 民主思路召集人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兼团长汤家华透露 张晓明在会面中主动谈到修例 合适合理和合法 他特别提到 就是一国两制的精髓 是在于互相尊重 和互相了解 汤家华透露 张晓明认为逃犯条例修订 合适合理和法 他特别提到一国两制的精髓 在于互相尊重互相了解 绝对尊重香港的司法体制 香港的司法管辖权 张晓明提到 港人港审不是完全符合法律原则 甚至不是完全符合香港的普通法制度 汤家华援引张晓明说 特区政府应就修例多解释和沟通 争取港人信任 中联办也透过官网发稿 提及97年回归以来 大陆公安机关克服法律障碍 已向香港移交260多名疑犯 相反 香港与20多个司法管辖区 由移交逃犯长期协议 与30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刑事事宜相互协助安排 与大陆却没有相应的安排 至今未曾向大陆移交疑犯 中联办指出 基本法第95条规定 特区可与大陆司法机关 相互提供司法协助 修例是落实基本法的应有之一 维护香港法治核心价值 巩固提升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举措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星期二召开领导班子会议 会议坚信 香港各界能拒绝和抵制 别有用心的蛊惑谣言 和人为制造的恐慌 香港城市大学前政治学教授 郑宇硕认为 随着北京明确表态 估计香港商界的反对声 会沉寂下来 中央的表态当然对于亚裔 工商界反对的声音 有颇大的作用 工商界知识有所不满 也不期望正面的 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整体派的立法会议员 总的执行中央的政策 他相信北京也准备好 为强推有关修订付出代价 第一方面就是民主派的议员 他代表大多数的选民的 那现在他们的议会上 的确不能发出 起码的制衡的作用 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从中英谈判以来 中国的立场 一向是非常照顾投资者的利益的 那现在对香港工商界的声音 对外商的声音 也没有反应 也没有跟他们讨论 商量让部的妥协的倾向 那的确让香港的工商界 怀疑他们的重要性 香港12名道理事工会 前任或现任主席 星期三发表声明 对政府在缺乏恰当咨询之下 应推修订逃犯条例 感到十分遗憾 他们指 目前签订引渡协议的地区 必须先确定 这些地区的刑事法律制度 可与香港兼容 修订逃犯条例 亦未扰过这些传统保障 将来只要特首证明 就可启动引渡或移交程序 整个过程里 立法会缺乏参与 这批法律界人士认为 域外管辖权 授权香港法庭 审理在外地犯谋杀罪的港人 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这个安排并不抵触 普通法的精神和原则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北京政府一直被认为 不断地干涉香港事务 侵蚀香港自治和人权 引发了港人的担忧 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李祝铭等香港民主派人士 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作证 呼吁美国对港府施加更多的压力 迫使其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保障香港现有的司法独立 避免香港市民以及外国人 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 请听本台记者林平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格文 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指出 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 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享有高度自治 但近年来 特别是2014年 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后 香港的自治权不断受侵蚀 麦格文说 雨伞运动后 中国和香港政府 加强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打压 撤销香港立法会 六名议员资格 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剥夺政治观点不同人士的参选权 驱逐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 任意拘捕绑架香港输伤 我们继续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 仍被拘押在中国的贵民海 麦格文指出 雨伞运动领袖和其他民主人士遭起诉判刑 压制言论自由的国歌法草案 和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都令人担心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一旦通过 将允许香港向中国大陆引渡逃犯 而中国的司法体系 常被用作打压政治意义人士和人权活动的工具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指出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一旦通过 不仅香港人的安全受到影响 外国人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 香港任何人 包括8万5千名在香港工作生活的美国人 其安全都将受到影响 只要有人说 你数年前在中国大陆犯过罪 就可以把你引渡到中国大陆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呼吁美国向港府施加更多压力 迫使其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罗冠聪说 美国跟中国的所有讨论中 都应该表明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立场 以确保北京明白 违背其对港人承诺将导致的经济后果 我也希望更多美国国会议员 愿意把人权放在美国未来对香港政策的中心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认为 戴耀廷 陈建民和其他因组织和平示威活动而被判入狱的港人 是政治犯 美国应重新审议其赋予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 如果香港变得跟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一样 我们应该重新审议 根据美国法律 香港是否还应享有特殊待遇 史密斯议员此前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卢比奥共同推出了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 每年向国会提交香港民主发展报告 只有确定香港享有自治后 美国才能在经贸金融方面 给予香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待遇 李祝铭等人5月14日在白宫 受到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接见 李祝铭向博明表示 希望美国能像当年反对基本法23条一样 以强硬态度回应逃犯条例的修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华盛顿报道 香港不少商人担心 政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 甚至使他们注入法网 曾经公开表达顾虑的香港行政议会成员林建峰 出售了多项豪宅业务 反映修例争议可能引发商人从香港撤资 而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 也计划出售上海的大型物业 今天记者高峰的报道 长石集团近年持续出售大陆和香港的物业 转为购入海外资产 彭博援引哲情人士表示 长石集团正考虑以30亿美元 折合约200亿元人民币 出售上海普陀区的大型综合项目股权 报道指长石持有项目60%的股权 余下40%股权 由浙江大型民企和润集团持有 项目楼面面积120万平方米 包含住宅、办公室、零售楼面及酒店 彭博预计 长石在大陆的土地储备 从2016年到2018年下跌了23% 香港减少了33% 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相信 长石的决定与近期美中贸易关系 进一步恶化有关 尤其你看到中国经济下行速度会加剧 长石集团基本上是在整个中美贸易战底下 这个风暴所影响的 加了关税之后 中国会承受较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你也看到整个是一种备战的状态 商机根本是不复存在 唯一的方法是及早离去 离开这个中国 而且现在强势集团最主要的业务都在海外 除了贸易战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 也牵动当地商界的神经 曾就修订建议公开表态的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 也是香港商界代表 他在上月底申报 已减持位于豪宅区的三个物业和多个车位 外界关注 这一举动是否纯粹是商业决定 因为这一次的修订 那我称之为送中条例 把人送到中国去 第二个叫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这个我称之为充公条例 把你的财产充公了 简单来讲就是没收了 香港警方就可以把任何人 那个法院 中国法院所说的那些犯罪情节 来把你没收 林建峰跟他的那些其他的朋友 有很多的生意 也可能跟中国千丝万里的关系 今年三月 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林建峰 出席北京两会期间公开表示 商界对于修订逃犯条例 存有顾虑 认为商业上的行政失误 譬如报关错漏 引致的税务问题 与严重刑事罪行 应该用不同方法处理 特区政府有需要 向不同界别和持份者清楚解释 行政会议是香港最高决策机构 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 作为政府权力核心议员 林建峰突然把大批物业出售 具有启示作用 香港的那个政治板块是这样的 在那个所谓的非民主派里面 会有一帮是商人 工商界很有影响 林建峰 他这群商人跟中共非常紧密 那这些人本身能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 能够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来对抗这个恶法 本身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嘴巴他可以随便说 因为他是为了去满足当权者的要求 但是他的行动说明了一切 外界忧虑香港当局提出 引入以一次性的引渡方式 把逃犯引渡到不同司法管辖区受审 包括中国大陆除了会冲击香港的法制 也将导致资金转移 香港公共专业联盟财经政策发言人 曾文兴却不认同 基金离开内地 第一步来香港是最快最安全 如果他的钱还是按照正常途径赚钱的 如果他钱的来源是合法 对香港的房地产 不会单一这个原因就有打击 如果内地有投资的机会 全球的钱还是愿意走去内地的 内地还是赚钱的机会很大 就是前方的香港再打去内地 曾文兴表示 不排除逃犯条例修订 对外资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 但认为商界不宜太早下定论 以免自乱阵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势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 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YouTube全新上线 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美国退休海军情报官员 前太平洋舰队情报部主任詹姆斯法内尔说 中国海军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并且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 请听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2015年退休的法内尔甚至在强硬的美国军方中都属于鹰派人物 5月14号他在哈德逊研究所做主题为崛起的中国海军的演讲 未来30年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将是中国解放军和政府 正在全力部署一支全球性的海军 在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服务超过15年的法内尔指出 中国正在建造和筹备建造的航空母舰多达6艘 2015年到2018年中国建造的舰艇数量多达85艘 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22艘 中国也在葫芦岛建造数量更多性能更强的核潜艇 他预计到2030年中国海军舰艇的数量将多达560艘以上 过去十多年中国建造的海军舰艇比其他国家都更多 过去几年中国建造的舰艇数量是美国的4倍 鉴于中国军队所表达的继续发展海军的欲望 以及中国海军造船厂的持续增加和建造能力的增强 我预计在可见的未来 中国建造舰艇的数量和吨位都会超过美国 他指出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动越来越具有侵畔性 而过去多年来中国海军舰艇的航行轨迹 也越来越多的留在全球各个大洋之中 他预计中国海军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海军力量 并对美国造成威胁 2014年作为美国第七舰队情报部门主管的法内尔 两次公开谈论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 甚至直指中国为敌手 引起很大的震动 美国媒体报道说 法内尔也因此受到压力而退休 在回答提问时 法内尔强调 中国在南海的七个人工岛屿中 有三个修建了大型港口和超长的飞机跑道 其规模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类似 中国在南海修建了七个人工岛 其中三个人工岛屿面积和珍珠港一样大 可以容纳航空母舰潜艇和其他军舰 也修建了长达3000米的飞机跑道 但我们很少看到媒体会报道说 中国在南海建造了三个珍珠港 他认为中国在南海修建多个大型人工岛屿和海军基地 目标是为了在必要时封锁南海的航道 以阻断美国海军由此前往台湾海峡 如果你想一下中国的第一优先目标 就是拿下台湾 这是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象征 所以他们必须控制南中国海 阻挡美国海军 也阻吓美国在菲律宾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法内尔分析认为 以他多年与中国军方打交道的经验来看 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一定要拿下台湾 而这也是中国海军近年高速扩张的主要原因 他们会杀掉这个会下金蛋的鹅吗 回答是会的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掐断金额的脖子 因为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 他认为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 未来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为此美国必须做好准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质疑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的亲美抗中政策 他主张台湾应该要亲美友中 当总统就应该避免冲突 而蔡英文也做出了回应 反驳了柯文哲的批评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被视为可能代表无党籍的第三势力 投入2020总统大选 近日来柯文哲频频针对两岸政策 与蔡英文隔空舍战 柯文哲首先抛出 中美对抗是未来15年世界大事 台湾要更小心 台湾还是比较小的国家 不要想说在大国对抗之间玩杠杆 这时候会玩过头 他说总统最重要的是要避战 蔡英文则回应 台湾这几年在处理两岸事务或区域事务的时候 都非常谨慎 从来不是挑衅者 国际社会也肯定处理这些事务非常得宜 蔡英文14日上台媒广播节目 报道全世界接受主持人 郑弘仪专访时进一步指出 他讲的话如果是恶言相向 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保卫 台湾人的尊严跟台湾人的意志 他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为了让台湾人的意志 可以展现出来 国际上没有人说我是麻烦的制造者 也没有人说我是挑衅的人 倒是大家都肯认我们是和平的贡献者 但是和平的贡献者不是表示说 当你的国家的尊严 你的主权被侵害的时候 你不讲话 你该讲话的时候还是要讲话 但将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黄介正15日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现在正值总统大选之际 蔡政府更加大亲美 或者让两岸关系维持适度紧张 对她的选票是有利的 此外中国大陆对台采取锐实力 硬手段 对执政党政府感受压力特别大 他当然对压力会有些反弹 但是也没有必要跟中国大陆 采取对抗的关系 国立成功大学两岸与华人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周志杰接受本台访问时解读 这几天蔡科的辩论放大来看 就是台湾总统大选主轴的辩论 她说台湾现在已经没有统独 代表台湾现在两大主流民意 一个叫做不同反独 一个叫做不独反统 针对柯文哲的说法 蔡英文的党内初选对手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站在同一阵线回击说 台湾一直都没有挑衅中国 反而是中国不断给台湾施加压力 不知道柯文哲所谓台湾挑衅中国的说法 从何而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带你直击新闻现场 还原历史真相 突解天下大事 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RFA.org 或在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 新闻无尽区 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 期待您的参与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就在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滞状态之际 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星期三表示 他不久可能会前往北京与中方继续贸易磋商 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说 姆努钦在一场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 美中两国最近的谈判富有建设性 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也没有说明未来谈判的时间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星期二敦促中国不要强制遣返早前拘捕的 七名朝鲜脱北者 而应该保护这些被拘留的人 向他们提供庇护 或者让他们安全地前往第三国 该组织亚洲事务部副主任罗伯森表示 这些脱北者如果被遣返 他们将面临酷刑性暴力 强迫劳动和其他可怕的事情 罗伯森还强调 中国应该遵守其国际义务 向平壤发出 不会无视该国侵犯人权行为的信号 据了解 七名朝鲜脱北者中 包括一名九岁的女孩 她们今年四月在沈阳近郊被捕 据了解 脱北者一旦被遣返回朝鲜 就会被逮捕并处以重刑 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因为拒绝将其名下的大厦办公室 租给国际人权组织 国际特赦美国分社 而引发外界的关注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就披露 国际特赦美国分社上个星期 即将与新业主签署 租赁合同时才得知 业主的母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收回了出租的决定 并告知国际特赦 该组织对中国国企来说 不是一个理想的租户 国际特赦认为 中原公司不想让其发布批评 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的组织 成为其租户 各位听众 今天的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今天节目的导播是江月 我是嘉远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